台北国际妇女会会长谢芬夫人 今天捐助新台币12万元给马杰医院 由院长罗慧夫接受 这笔款项将作为相对基金 和马杰医院共同设立一个永久性的免费病床 救助重困的病人 谢芬夫人代表国际妇女会 另外捐助了新台币14万元 给荣耘总医院妇幼保健公室 大约可以免费协助1000到1200位住民